這名2歲的女童在旺角懷疑被人遺棄 警方在星期五晚上7時接報 說女童在洗衣街兒童遊樂場裡徘徊 她表面沒有傷痕 身上也沒有身份證明文件 現在在港華醫院樓院觀察 在星期六凌晨4時左右 女童的31歲媽媽去到旺角警署詢問女女的狀況 於是警方將她拘捕 有消息指女童的媽媽染有毒人 她聲稱將女女交給朋友照顧 但就未能透露朋友其他資料 也不知為何女女會被留在遊樂場 社署將會跟進事件 女童的媽媽現在被扣留著作進一步調查